平川说炼镜天天两毛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对抗 有兽组大战亡灵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TH潮汐猎人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兽组 ID是SOINSAI 目前韩国的第三大兽组 这名选手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点 也是让很多其他选手非常的羡慕 就是他的运气非常不错 每一次都能拿到神装 然后通过装备击败对方 可谓是宝物杀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红色的亡灵ID 就是那个浪人四四发抖的欧环 Happy Happy的话目前世界排名就是第一 真的是非常的强 如果硬要说他的短板的话 可能是打兽组的胜率 相比其他三个种族 稍微低一点 最近的话在欧府上 那弗兰经常用兽组 可以赢一下Happy 然后英飞也用兽组 引过Happy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 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Happy这边首发的是DK 死亡骑士 又是这个万年不变的开具 科技蜘蛛流 好我们看一下搜影这边 搜影这边首发的是先知 家里的话早早就放出来 战争魔法 那又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打法 先知配猎头 这个打法确实非常的强 尤其是打兽组 前一段时间120遇见这种战兽也是无解 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 搜影这一掌的发挥 好这边先知出来 直接想勾吗 看一下对方有没有拍小诗生过来侦查 暂时没有 原来是在这里 先知继续练一波小海龟 我们看一下DK也在连小海龟 双方第一个练几点的选择都差不多 好看一下运气看谁的运气好 这里的话赶紧把小诗生给摸掉 就万一一身血被小诗生抢到经验 那就伤了 先知上来打了一个力量手套 我们看一下DK DK的话 DK运气不错 打了个智力加三 刚好可以增加不少魔法值 是吧 我们看一下 双方前期的话 部队数量都不是很多 两个英雄要开始硬钢吗 这边的话还是王林 比较沉迷练及 先知过来一抓 这一波抓的就非常的灵性 直接A对方的一个DK DK看能不能卡住 DK的话还是装了出来 这一波DK撤退 杀一个小骷髅 然后狼继续追杀 前期的话 兽足这个打法还是比较强 而且他的猎头 补的数量非常快 所以说王林用科技 蜘蛛流的话 前期真的会处于 非常大的一个劣势 只能各种跑 然后找机会偷偷练及 正面的话和兽足 前期没法打 我们看一下 这一边兽足的话 猎头数量是越来越多 三个猎头 反正追DK 追一半可以自己练练及 这里的话 一有空C了 这边狼反招了一下 没有拿到经验 先知继续练一波 DK的话 好王林 第一个蜘蛛 终于终于出来了 这一边看看 继续买个库楼棒 找点库楼 也是自己安心练点及 先知这里 我们看一下 马上要到二级了 收组继续再补猎头 科技的话 双方都开始升200 王林的话 稍微升了一半 收组也差不多 双方科技进动几乎一样 先知升到了二级 二级先知可以找对方的麻烦了 先知有闪恋恋 抢怪抢经验 真的是非常绝 我们看一下 收组现在是双线链级了 和先知过来骚扰 这套打法有点不讲道理 反正我现在部队数量有点多 双线链级毫无压力 DK好像湿透了对方的阴谋 赶紧过来分框一看 果然 对方在抢自己的分框 这边DK想C 但是只做了冲动 感觉在C的话 又C不到又要来一个空C了 这边二级先知 继续在后排 找一下王林的小麻烦 王林现在好 第二个蜘蛛终于出来了 这边骷髅 攒的数量是有点多 收组二本即将升好 接下来收组还是 主要是练一下自己的二英雄 看看是小歪还是老牛 一般可能是小歪 三发老牛 反正兽组这个打法的话 一旦三本成型 秒英雄会非常猛 这边我们看一下 先知这一波骚扰非常成功 DK的话一直到不了三 DK现在的装备还不错 上来有两个智力加三 加上一个头环 好 这边赶紧二发了一个小黑 小黑二发的话 一出来 拿前期可以摆脱先知 这一个压力了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兽组现在是祭坛 慢慢出英雄 二发的还是小歪 然后直接跳三本 这一波先知还在各种骚扰 亡灵的话 要各种拉扯 是吧 腹背受敌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先知状态还是很不错 关键是身上捏了一个闪电链 这要是一森学了一个闪电链 都能抢 抢怪抢经验 真的是非常舒服 这一波的话 亡灵赶紧先把小龙龙虾A掉 这里看看打了一个什么装备 打了一个幻象 幻象全杖 这里的话 我顶着先知来练 这个蜘蛛真的是很难受 18C把蜘蛛给他挨起来 终于还是被先知 抢到了一个关 这一波练完 我们看一下兽组 已经在双线 练自己的小Y了啊 这一波兽组 要是双线操作好的话 真的是亡灵没有办法 亡灵不可能向兽组 要分兵去练级 这边兽组分兵起来 毫无压力 这一波亡灵没办法 只能顶着先知来练级 这个操作的话 要非常的仔细 另外一边小Y 即将到二级了 这里有个骷髅过来侦查一下 我们看一下先知继续过来骚扰 DK的话位置有点靠后 随时来一下自己这个部队 但是也要注意先知啊 先知手里又捏了一个闪电链 我们看一下亡灵 三本没有升 亡灵的话倒是 一直没有升三本 没办法 主要是兽组这个部队有点多 亡灵的话 先把资源全部投入到兵地上面 蜘蛛 还有这个车子 这个正面部队差不多啊 再开始升三本 但是这个时候 兽组的三本都快好了 兽组这个打法 真的是有点不讲道理 好我们看一下亡灵 终于是把自己的二英雄小黑 练到了二级 小黑后面打这个猎头还是比较好打 毕竟猎头血量不多的时候 骷髅剑一杀 这样就自己个骷髅起来 好这一波我们看一下幻象全杖 这个幻象DK在前面 吸引仇恨 来可以骚扰一下兽组这个节奏 好兽组这一开始没有分兵啊 部队全部集结 过来要开始大摘了吗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话兽组暂时还没有伸好这个大猎头 这一波这一波亡灵现在是顶着你的面来练 好上来一个妖术 突然小秒这个DK吗 主要是不到不让DK吃几下经验 一个妖术的话 DK是吃不到经验的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兽组部队数量有点多 40人口贴了一个加速 突然发难要开始杀了 这一波蜘蛛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科多一直想推 推了两次都没有推到 DK一发C 但DK的位置不认好 终于终于兽组啊 这一波杀了一个蜘蛛 非常不容易 然后又一个妖术 看看能不能杀一下DK 这一波的话猎头数量有点多 哇这个科多 跑了半天 就是没有吞到 口水都流了一地 每一次张开口啊 对方都跑 突然之间 亡灵的话 打了一波反击战 兽组贴了一个加速啊 只杀了一个蜘蛛 但是自己这边的部队阵亡数量 也是有点多 科多 科多打成残血 赶紧往后拉扯一下 我们看一下 兽组的话 一波爆发之后 哎 亡灵开始打一波反击战 兽组现在虽然说把猎大猎头给伸好了 但是亡灵的蜘蛛越来越多啊 最关键的时候面有两个车子啊 一直在补进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这个幻象DK啊 一直卡对方的一个位置 又来了一个幻象 这一波happy通过操作 哎 竟然把兽组给打了回去啊 反打了一波啊 不对不说啊 操作好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打完之后 兽组还是有点冲动啊 要等自己的三发老牛一出来 对 这就是节奏啊 三发老牛一出来 是吧 这边二级妖术 然后老牛一踩 激活一下 秒英雄会非常的强 这边我们看一下 DK去外面侦查一下 看看兽组有没有开一波分光 或者是在哪里练及 哎 这一波兽组很强势啊 三发老牛出来啊 上来就一个遍 老牛这一脚能踩到吗 我们看一下 嗚呦 DK赶紧交TP 这要是老牛一脚踩出来 DK就要阵亡 DK一阵亡 亡灵的话 真的有可能就没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老牛一出来 就发挥了自己的威慑力 happy直接交了一个TP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先知可以稍微绕一下经验啊 确实先知和小歪绕一下经验 现在主要是把老牛的等级往上一提 哎 这里打了一个吹风 关键吹风啊 倒是把DK吹起来 这边杀蜘蛛会杀得很开心 亡灵我们看一下 练一下六级石头人 这边打了一个暴风吃饺 部队护甲增加一下 三本生蚝 三发一个力取 巫妖 家里的话毁灭形态 马上生好 好 亡灵终于是练到了双三的一个等级 受阻这一边 这一边的话把亡灵打 打跑之后 这个老牛练几练得很舒服啊 刚才打了一个吹风 这边我们看一下 又打了一个什么装备 哇 又打了一个大雪 可以的 老牛即将到三 乌鱼有这个节奏 刚出来好像就要到三级了 我们看一下亡灵 亡灵现在也是赶紧练几啊 这边三发的力取 三发的力取 现在 好 这里买了一个头环 力取过来 带着球出来了 那现在赶紧把力取的等级往上练 力取练到三级之后 二级诺瓦啊 打对方这个猎头也是蛮舒服的 那现在 骷髅侦查一下 呜呦 这 受阻说 谢谢对方送了一个骷髅啊 直接把老牛顶到了三级 那现在受阻是三个三级英雄 亡灵是两个三级 一个一级 英雄等级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 好 亡灵这一波 一小不大 要直接过来练这个955 呜呦 九级石头零啊 好 受阻我们看一下 猎头 大猎头已经全部伸好 现在三个三级英雄 要找机会和对方打架了 这波我们看一下 几乎每个英雄 人手一个无敌 这一边的话 练九级石头零 看看这个花纲炎 能出一个什么好装备出来 一有DK 又承受了一个锤啊 好 打了一个加十二的弓爪 直接给巫妖 那巫妖这一波装备很不错啊 加十二弓爪 还有这两个加三的智力 很舒服 哎 这边为什么要装地啊 好 看见对方过来 直接钻地 想躲对方的这一个网 我们看一下 上来直接NC啊 狼藉被打残 这边DK走位 非常小心啊 团战的时候 DK赶紧拉开来 否则被对方妖术啊 被团控了一下 DK有可能就被杀 这一波受阻非常强势 老牛一直往前冲 往三级的老牛很嚣张 小黑赶紧来一发沉默 老牛暂时 直接用无敌来踩 DK位置不是很好 一个妖术 这一波DK要被秒了 我们看一下 哇 又交了一个TP 好 幸好老牛这个脚踩稍微晚了一点点 这要是衔接上DK又没了 两波交战啊 DK都只能交TP啊 这一局王力真的是太难了 现在王林是抓紧一切机会啊 赶紧把等级往上提 那现在的话 辛苦了半天 巫妖才是二级 但是兽足现在的话 三级的老牛 这团战一开啊 实在是有点嚣张啊 哥疯狂的惨 我们看一下 这一 哎 兽足想开分框啊 直接在分框先造一个塔 打的也是比较的谨慎 好 王林直接过来 哎 这边分框 这分框的塔马上要处理掉 好DK的话去买了个无敌 确实身上没有无敌的团战 完全没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现在我们看一下 兽足现在是把另外一个分框也练完 要不要开一波分框 可以考虑买个迷你基地 是吧 开一个分框 反正现在兽足团战有点强 王林的话团战好像有点打不过 两次团战 DK都无奈交TP 这不交TP DK一阵亡啊 王林的话群龙无首 很可能就一窥千里了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人口啊 兽足是55人口 王林是56人口啊 双方人口咬得非常的紧 这一边王林过来一看 哎呦 这个点已经被兽足给练完了 这里的话小地图 虽然说显示这个分框 还有一个东西啊 其实并没有啊 这个小地图的一个小bug 好兽足 再把家里旁边的这个石头链给练掉 看看这个六级石头链 老牛能不能打一个好不错的装备 打了个加六的奎旋 可惜可惜 这一局没有建设 这个装备可以卖掉 好 王林那也是把家里旁边的小点一练 可惜这个低筋实验室已经练完了 好 DK关键时刻达到了4G 可以考虑生个吃 生一个吃 团战的时候吃个蜘蛛 满血满蓝 满蓝满血 满蓝倒是没有 尤其是面对兽足这个想杀英雄的打法 这个DK 升级一个吃 非常必要啊 这里一有分框 还有一个小鱼人 干掉 那现在地图被两个人练的都差不多啊 可以找机会开分框的开分框 打团战的打团战 这里我们看一下老牛买了一个迷你基地 那兽足已经开分框了 现在是59 60人口 HAPPY这边也是59 60人口啊 双方都差不多 好 双方好像约好了 来 我们 我们来中间啊 一决雌雄 这一波骷髅 看见了兽足的一个大部队 王林的话 首先啊 去采购一波 能不能多买几个无敌呢 DK一个无敌 巫妖的话身上一个大无敌 好 小黑也是一个无敌 人手一个无敌 面对兽足这套打法英雄保护要非常的重要 哎 这个阵型兽足不是很好 上来NC 这一边的话 狼奇一丝血往后拉扯一下 这边飘飘飘 哎 没有飘死啊 九滴血 九滴血 那这一波兽足 撤退到自己的分框 王林的话 阵型拉扯好 要小心 敌尤其是DK的走位啊 不能对对方站 第一时间给空到 否则DK阵亡 那这一波团战就没法打 但现在时间对于HAPPY来说并不友好啊 对方分框一直远远不断的踩资源 你再拖下去 王林的话 劣势就越来越大 DK看看要采购一波 好 买了个强激光环 可以的 强激光环增加一下远程部队的一个输出 这一波受阻 水前发大 往前冲 我老牛这一脚踩 踩得很舒服 踩了六个蜘蛛 第一时间的话 把对方的小黑给吹起来 不能够沉没老牛 老牛这一脚踩得很舒服 这一波沉没来了 哎 这里DK的走位非常踏 一脚一踩DKDKDK 嗚呦 DK直接被秒 老牛的话 无敌交出来踩 哇 这一局秒英雄 秒得非常的舒服 难道王林要没有了吗 我们看一下 王林现在杀老牛吗 老牛没什么状态 一个小 哇 一个沉没 想杀这边仙知 仙知直接交了个TP 感觉可以不用交TP的呀 这一波TP一交 那王林好像也能缓过来 能缓过来 然后再把DK买出来 嗚呦 这一波的话 王林阵亡的蜘蛛非常的多 兽足的话是为了保先知 所以被迫交了一个TP 而且对于兽足来说 说交个TP无所谓 反正自己有分框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兽足直接想去中间抓对方买英雄 但对方其实已经买了出来 王林第一时间跑到了分框 要把兽足的分框给解决掉 这分框让他远远不断踩下去 王林的劣势只会越来越大 我们看一下 现在双方一个人口 兽足是57 王林43 无疑有双方这个人口敲打得有点大 刚才这一波团战 王林阵亡的单位实在是有点多 而且还死了一个英雄 好 我们看一下兽足这一波的话 去买了一波装备 老牛身上又有无敌 现在老牛的位置不太好 不是很靠前 最主要还是要保证老牛能够踩出来 好 DK直接交TP 非常果断 但是还是有一个蜘蛛被闪定链秒掉 这一波的话 Happy 还是打毁了一点小优势 是吧 把对方的这个分块给拆了 不过现在人口方面和兽足差的有点多 蜘蛛的话只有三只 这怎么打呀 这是双方的人口不在一个层面 兽足的话 人口领先实在是有点多 乌有先知买了个隐身 到时给老牛 老牛隐身开团 我感觉Happy这一局难了呀 有点难 老牛身上还有小无敌 到时候隐身一开 一脚一踩 然后无敌一开又可以踩一脚 这两脚踩出来 王林就没有一个输出 好 我们看一下 王林现在又在憋蜘蛛 又憋了一个蜘蛛 四个蜘蛛再憋一个 五个蜘蛛 这一波的话 DK再加痒痒状态 好 现在最好消息是 这个乌鸟身上的大无敌还在 还没有用的 这边小黑身上小无敌也有 好 现在三英雄 每个英雄忍守一个无敌 这一波兽足 直接打到王林家里来吗 这一波有点冲动啊 感觉可以继续开分框 是吧 继续开分框 然后等你王林过来进攻 好 这边老牛眼神 已经看到了王林这个大部队 这里站好阵型 是吧 老牛在后面踩一脚 然后突然发难 好 老牛这脚 一踩 直接把王林几乎所有部队全部踩晕 蚀蛛第一时间 囤了一个蜘蛛 然后贴个加速 蚀蛛往后拉一下 这边先知闪电力 不过蚀蛛的命还是没保住 老牛这一脚能不能踩出来 我 DK直接用无敌来躲对方的这个踩 这一局的话 哎呀 双方人口差的有点多 我们看一下 哎 老牛怎么一直一直想杀 DK走位 一直在走位 好 这一波无敌交出来 一踩 DK又要阵亡吗 好 DK磕了一个药水 然后往后拉扯一下 哎 蜘蛛阵亡 现在兽组有点故意想杀对方的英雄 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翻盘的点 好 蜘蛛钻地躲输出 但兽组直接撒粉 哎呦 蜘蛛好像仅剩一个了呀 这里仅剩一个蜘蛛 但Happy在打拉扯 Happy说 虽然说啊 我只有一个蜘蛛 但是我三英雄非常的强 有种你就杀我的英雄 那现在的话 巫妖兵甲一套啊 三个英雄非常的猛 这一波 哎 Happy居然用三个英雄站住了 三英雄加一个蜘蛛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好像杀了兽足不少的这个猎头 现在亡灵三英雄有点难处理 看看这一波老牛还想去杀DK 但是DK这一局走位非常的小心 老牛一直想去杀 但是小黑一个沉默 然后所有输出打老牛 哎 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一个妖术 老牛这一脚能不能踩出来 还是小黑的沉默在 哎 DK走位非常的小心 好 狼心一往 DK这一波再顶了一个无敌 那这一波老牛一直想杀DK 然后四季老牛就阵亡了 哦 又吃了一个妖水 好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想杀巫妖了 给DK一发C 抬了起来 看看 哎 先知死了 这 这团战有点梦幻啊 受阻的话 本来是大部队领先 但是为了秒对方的英雄 结果导致自己的先知先死 不得不说 这一局的HAPP操作啊 真的是有点巧啊 三英雄大战 受阻将近50人口 有点猛 好 我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